我們都要坐在一起深入談談 田北俊已經跟我們初步商量過 他說我們認為現在香港不能夠兩極化 也有很多市民會希望見到有些中間派 不是那麼極端的事 可能有些是認同藍的 有些是認同黃的 你說他是否綠色 我不知道 總之他大家都希望能緩和香港真正的做事 不是整天在吵架 做事怎樣對香港政府要求 對我們的政策那方面的策劃 是建設性地向前走的 向前走絕對不可以增加政治的爭拗 他希望 我都認同他這個看法 現在香港人很希望都能找出路 那你怎樣找出路呢 你就要找到一些代表可以認同我們這個想法 變得他們在議會所發揮的作用 或者他們所出的言論就是走這條路線 即是比較一個可以緩和到 大家都可以有個好話不好聽協商到 大家談得到結果出來的 然後向前走的 這些人是否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意願是想去選的 我們是否應該想想可不可以幫一下他們呢 這樣就是這樣的構思出來的 所以現在你說到底你們做到甚麼 我們其實基本上都未說去到一個很切實地 但是無可否認這個疫情也觸發到田北俊 因為他希望幫到社會 所以他就變了有些捲口罩那些行動出來 他是真是很賞心的 我們當然是很認同 這個是好事來的 大家都需要的 就是這樣 都有些人 我沒有自己 因為我剛回來好多久 我知道有些人是跟我們接觸過的 跟田北俊接觸過 也見過我們那些同事 但是不是很實的 即是未說決定有哪些人支持我們 而我們根本那個比較核心的幾位朋友 都要很快的了 即是會坐在一起 我們都要談一談 切實一點談一談 到底有這些人 他們有什麼興趣 我們應該以什麼的 criteria 即是去衡量 即是他們是否跟我們是同一的想法 是對香港應該是怎樣 他們是會怎樣去 如果他們去選的時候 他們是以什麼的立場去選 是怎樣去凝聚一個支持 這些事情我們都會很快 我們會談得出來 我們不是做黨的 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幾 幾 loose的alliance 即是幾 loose的alliance 即是我們老實說 我們都是黨的 我們都做了這麼多聯黨 我們現在純粹是看到 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很需要一些人 亦都有很多人是想 是希望幫香港解決一個目前的問題 而他們就是 有些就是想去到前線 有些就去到後緩 我們聊天 即是變成有這些人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聯盟式的 就比較適合些 資源上的支持可能是某部分 也都不會說很大 但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就算以前也是 我們一向就是 如果我們是要籌款 或者我們是有任何人 在資源上的支持 就一定要在香港 我們不會接受在外來的支持 這樣這個很重要 但是那個不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反而是 那些人 比如他想著去到前線打仗的時候 他們是否和我們的想法是一樣 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第一個考慮 第一個考慮之後才去到 資源上怎樣支持 我們最重要是覺得 有兩個考慮 一個就是 是不是香港有很多人 基本上他都不是兩極化的 他也都不是想用一些很極端的手段 你看看一二百萬人出來走 那些是很難走 那些是很溫和的 而且我們知道的 那些走的 南有有黃有的 他們不是勇武那些 他們是 雖然他們為何會支持勇武的 他總是走極無人理 變得他便生氣起來 他可能會支持勇武 他覺得這個政府太不聽民意了 很多這些人 這些人基本上他們是否都想找一條 比較和平的出路 不是一定要用激進而和平 或者不是太偏的出路 不是每件事都有人吹雞我就埋位 這個就是一邊 另一邊就是我打過那邊 他們兩邊其實都不覺得是一條鞋出路 用一個比較理性的 大家也可以緩和到兩邊 反而是解決問題 以往香港就是這樣解決問題 是求證解決問題 反而是中間的兩邊都看得到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才能平衡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要一些 可以平衡到不同的想法和利益的人 譬如說不好聽就有些中間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這些人 需要這些人擺平 你沒有這些人擺不平 你兩邊都是爭亂擺平 而這些擺平的人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心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能否得到市民的支持呢 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到最後就是要看個人 看個人是否令到市民對他可以有一個信心 他可以做到這個擺平的位置呢 所以我就覺得在一般來說 好像說到就說你中間沒有什麼位置 但是你想想愛國呢 大選的時候那些不會說是兩邊最激的那些人 做到總統或者首相 那些是反而是比較擺平中間的 雖然他可能有一個黨 但是他也不是黨的極端那些的 他極端那些他坐不到那個位置的 所以香港現在是需要一些這樣的人 你知道他跟田北俊很談得來的 如果將來有人不選的 因為他認為他值得支持 那麼他走出來支持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們這個群組不是我們這個群組的 我都由自由黨創黨到今天 黨裏面也都人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說一條路完全不變的 這個很難說的 就是不同的外圍的因素 也都會令到一些可能的方向 都有一些改變都不一定 但是我始終到今天都是自由黨 那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也都不會說覺得好像跟自由黨那個 我們最初成立自由黨的很多信念沒有偏離 譬如說我們很重視經濟 譬如說我們都仍然是這個路上 我們不會說突然變得真是不清不楚 但是我們在黨那裡已經沒有什麼工作 我們在做這個現在的工作 就又不是政黨來的 變成我們又不是說跟不自由黨好像對著個案一樣 應該都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你知道人家一向都笑 我們說自由黨很自由的 我們一向有很多事情未必是百分之百 在某一個時候是完全跟黨百分之百的 我只是覺得我和西環的關係很好 因為我也做過政協 但是我和西環的關係是大家是一個很真誠 和永遠都是講真話的關係 我又不覺得它有點我 我又不覺得我是怎麼抗拒它 因為我始終覺得我們和西環也好 我們和國家也好 我們是需要保持一個很好的溝通 自由黨的運作我們真的具體 我們真的已經脫離了一些 我們不是很清楚 個人選擇 有些人的目標很清晰 他無論如何都要選到 他發磨目的都要做議員 所以很難怪他用任何方法做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個人選擇 你需要問他 你不是問我 因為他決定一個人去決定怎樣做 他是要向他自己負責 和向選民負責 最重要的是他想選 他總之第一要有得出 第二要選到 這就是他自己計算 他自己認為我要不顧一切勇敢向前 他一定要達到那個目的 我們旁邊的人 很難去指指點點 好老實說現在那些廣播電台 我很少看 我多數反而是看網上 我多數反而是看網上 拿著手機 甚麼地方都看 不過我看到那些人這樣說 我覺得現在香港來講 回歸了那麼久 你說 比如說 有些機構 他以甚麼理由 他政治取向是怎樣 或者他是怎樣去選擇他自己的路 這個我們是很難去想 他為甚麼會這樣 不過當然作為你們做新聞的 當然覺得不是味道 或者你會覺得 當他報一些事情的時候 如果他是有任何的取向 你們都覺得可能不是很客觀 但是我很老實說 我覺得全世界新聞機構 你說想找一些真真正正所謂 叫做完全是叫做independent 就是獨立 或者完全不受任何的外來的干預 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自己哄自己 我覺得全世界都不是這樣 一定是受到商業、老闆、政府、政治力量的影響 甚至在最差的情況下操縱 一點都不奇怪 到底TPB是否這樣呢 我相信這個就要香港人去判斷 是吧 即是你美國都有個Fox News 那你美國叫民主國家都有個Fox News 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總之 即是說任何的新聞機構 如果你的要求是所謂叫做全面獨立 那多難 那你不只是新聞機構是吧 那你那些商業呢 商業都是這樣的 是吧 那你如果當你國家越來越投資在香港 那你香港的老闆越來越是大陸的 是吧 那你這個沒得說的 你香港這個地方是這樣 那尤其是你那個商業的味道這麼重的時候 是吧 那你尤其是我們也都回歸了 然後國家又鼓勵他們來香港投資 那這個是必然的了 那你有經濟的影響 就有政治的影響的了 這個爭議就不是今天開始的 OK 已經幾十年了 已經 以前呢 港英政府在這裏一樣是這樣 我記得呢 無論是政府或者官 或者我們行政會甚至下 都試過的了 即是跟張敏儀講說 香港電台政府喉舌這樣 但是那時候我記得呢 香港電台呢 就希望做到好像英國的BBC那樣的 英國的BBC是公帑的 是收牌費來供養它 但是你說BBC是不是完全 政府不罵它呢 一樣罵 一樣砌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故事就不是新的了 不過呢 在今時今日來講呢 可能就特別厲害了 是吧 因為現在的社會 是那個 就是對立了 這麼厲害了 最近我也看到了 譬如說某些節目 對警隊有些不敬 警隊就批評它 投訴它 這個又不是新事物 我做的時候呢 一樣被人投訴 我記得我試過做過一個 不知道喜劇還是什麼 就笑那些護士的 被護士公會投訴 你知道嗎 當然 現在來講呢 可能敏感 因為警隊和市民的關係 是矛盾大了 但是同時呢 我也都覺得 投訴一下就沒有後非的 就是他不開心就投訴 反而有一個處理 又是怎樣處理 還有呢 他用一個 就是欺笑怒慢的方式 那誰人都知道 不是新聞報告的 誰人都知道笑的 那你去外國看下那些 那些諷刺那些 嘩我看到 坐在英國有沒有搞錯呀 皇室又被他罵 那個首相又被他笑 其實這個是某程度上 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體現來的 那你變了 好了 如果你說過分了 那可能就罵他了 但是最重要 就不要以後不准做 即是你以後不准做 即是表示某些事 你就要控制了 你就害怕了 這樣又不敢說 那又不敢笑 那你變了就真的沒有自由了 即是我們說有表達的自由 香港是有表達的自由 我喜歡罵誰都可以的 不准 不准笑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就要看了 我們要怎樣處理呢 是吧 就是要不要過敏 不要說過敏到那個地步 是影響我們將來的發表的自由 即freedom of expression 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關幻影響 都有陰名字 我們要來的